其实KC知道我有一个算是很天大的秘密 因为我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在任何平台分享过 具体内容我就不讲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 那个整个过程其实我在大学时期 因为某一些原因 然后我遭受到全马来西亚人的霸凌 所以那个攻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都在网路上 那时候第一年念大学 18岁 然后年少无知懵懂的时候 然后做某些事情我们就做了 之后因为这件事情导致被全马来西亚人骂到狗血淋头 那时候骂的整个内容 最严重是到什么样的地步 好夸张 因为连我的家人的所有IC照片 家里地址 妈妈的照片 爸爸的照片全部放出来 被肉搜 那时候被骂的留言几十万 然后是短短几个小时就是全世界骂完 因为我真的我不知道到底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真的很恐慌 我很庆幸是 我有姐姐 我有个屋子 他们两个帮助很大 然后我的屋子是在当下带我去阳台 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面 他就跟我讲一个东西 他讲 培勇 你看楼下那一棵书 他跟我讲 你每一天放学回家 那棵书在你头顶上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书 可是现在 你站在十一楼 你看回同样一棵书 它其实很小很小 我知道的时间 我姐姐在台湾 哇 阿公这样 哦 我不可以了 可以 其实我觉得 我怎样辛苦都还好 那个痛可以很快度过 可是 当身边的家人 为你担心的时候 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 就算还在台湾 隔着电话 家人在吉兰台 我都 feel 到很 很强很强的那个 对方的担忧 然后 呼